黄庭尖字鲁职,别号山谷道人,江西芬宁人。 生于北宋庆历五年,1045年,租于崇宁四年,1105年。 是与苏氏其名,是称苏黄,书法善长正,行,草个体,善用中风直落的笔法,其苍老求论的风格为是所真。 《松风格诗》是他传世的行书代表作品。 书法到了宋代,开始更注重抒情写意,在晋唐传统上发展出新的面貌。 黄山谷就是其中一个最富独创精神的大书法家。 同时他也是一个修养全面的文学家和诗人,文学史上创江西师派,深谙绘画鉴赏之道,又精于禅学,这使他的书法更具深厚的内涵。 《松风格诗》末集中,我们看到作者将欧阳荀的《中宫锦节》和易鹤明的《摇曳多姿》更强烈的夸张运用,出故而入新,形成了舒展的辐射之状,纵横驰骋的长线与密集紧距的短点形成鲜明的对比。 被称为辐射体,据说那一波三折如下云其风的长笔,灵感来源于常年在江边观察传福荡奖所得,沉着雄剑而淋漓酣唱,极具音乐之韵律感,黄山谷主张学书须先得用笔之道。 应心能转弯,手能转笔,从而达到落笔其尾,封尽多利的功夫。 用笔之法,玉双钩回万,掌须止时,以无名止以笔则有利,这些都是他的心得之言,故而其书从容舒展,雍容自如,身得舌拆骨,无漏狠一意,大凡以鼓励圣者每每刚见有余而委婉不足,而山谷独能轻见而筋脉舒展。 这正是因为他能读到的解物运万之法。 后世追随者很多,明代有沈舟,文征明,志卿则有正板桥,吴大邓等,都是学皇室书体较为著名的书家。 但事物总是两方面的,纵横自私,张弛之极,难免容易带有习气,所以如果不遵他的艺术观,不就他的笔墨的神韵内涵着眼, 只是平行描摩,则极易堕入荒帅作作的魔道,学者应谨而慎智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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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